忘記辦理黨政 他輸在了起跑點 變成這一場求職的陪毒 國民黨立委羅廷偉 痛批食藥署人事制度崩壞 因為某科技公司董事長的女兒 任職食藥署 但業務竟然是掌管藥品許可證 這一位因為他滿有機會 因為這一位就是想要跟 就是在國會的一個小組工作 你講話真的很心虛 我要請部長再重新調查 重新了解 這個調查不僅要答覆給 後續相關的失誤 不僅要答覆給委員 也要讓我清楚 欄委連環逼問 衛福部長邱太元 聲音越來越小聲 就快招架不住 一旁的行政院長卓榮泰 跳出來回應 但似乎很不悅 但讓他更不解的是 最新民調顯示 總統賴清德在國慶晚會上 發表的祖國論 57%的民眾表示支持 但有26%的人不支持 至於卓榮泰內閣的施政表現 45%滿意 35%不滿意 難免會有人對他當時的講話 會有不同的意見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 這個是有人反對 沒關係 反對的理由倒是很奇怪 也有立委關切 卓榮泰接受外媒專訪時 提出政府對新的核能技術 態度非常開放 比方說2030年之後 可能比爾蓋茲 他手上是在研究的 什麼 那個所謂快中止 可能成為一個商業模式 成本 這個過程我們都可以的話 我們當然願意去開放討論 藍營痛癖濁癸出一張嘴 就像他對總預算案提出點菜說 沒有說要進行倒閣 主要是也擔心重選之後 換上來的人選 行政院長的人選 是更差的人選 卓榮泰深夜在臉書另闢正場 恐怕對接下來的朝野協商 完全沒幫助 東森新聞綜合報導 好